Hello 大家好,我现在在广州 今天时间是2024年 9月15日 晚上的9点58分 这个视频带大家来看一下 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我现在在广州越秀区的 教育路 哇,提灯笼啊 因为快到中秋节了 中秋节 提灯笼是一个传统啊 今天晚上的话 在广州某些地方啊 也举办了这个灯会表演 还挺漂亮的吧 不知道北新路有没有 这个视频带大家逛去北新路吧 因为北新路就在旁边的不远处了 我这次人就是刚逛完北新路的 今天是中秋假节的第一天 很多一些打工人或者是学生啊 都放假了 都会来北新路公逛街 来游玩一下放松一下 过一下节 我感觉大城市过节的话啊 少了一点氛围 节目是有的 但是我感觉不够接地气 这好像过年的时候啊 在这里的话也是会把一些 年花年菊出来卖的 说实话这个氛围感是有的 但是感觉差一点意思吧 不过的话这个传统啊 已经延续了百年 也只有过年前那么几天 有这个活动 一到厨师就没有了 它不像农村 十分接地气 因为大城市的话 它有着很多一些限制啊 不能随意 随心所欲 前方 就是在广州的北新路步行街了 先带大家往下逛吧 逛完这一边 再带大家 都过去 逛逛这个北新路的现状 可以看到这里的街上啊 也是挺多人的吧 看到没 人山人海的 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条路也是挺多人的 因为这条路是受到北新路的影响吧 所以这条路也算是北新路的山圈范围内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虽然是网上的10点多了 有压表 不过可以看到路脸旁 还有很多店在营业当中 看到没有 可以看到这里开店的都是一些餐饮店吧 因为这一边它是连接广州北新路的美食街 下方那一条就是广州北新路的美食街了 所以这一边的话 就可以看到 几乎都是餐饮店吧 这里还有泰国料理 其实的话 在这一带呀 不仅可以吃到外国美食 也可以吃到外省美食 同时的话 还能吃到广州本土的老字号美食 但是我觉得这里的广州老字号美食啊 不是本店的 是饭店的 如果想去吃广州比较正宗的老字号的本店的话 那去到绿湾区吧 因为这一带的话它主要就是做一些游客生意的 可能那个剂量的话没有那么好 跟本店的口味可能差一丢丢吧 可以到广州立湾区去走走吧 因为广州立湾区的话是粤菜 广州传统美食的大本营 很多一些本店啊 都是聚集在地方区的 前方这条就是广州北京路的美食街了 可以看到奇奇奇克那一边啊 也还是人山人海的 看到没有 先不关这里吧 关一下这一边 可以看到这一边也是挺多人的吧 因为这一边的话它是连接这个美食街的 因此的话这边也是挺多美食的吧 虽然这里不是美食街 它也受到广州北京路美食街的影响 这条路叫做惠福东路 看到没有 这里开的店大部分都是这些 哇 美女 这人之间都不知道说说什么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盘的店啊 开店的都是美食 关门的都是一些不是美食店来的 柚子 因为快到中秋节了 也是吃柚子的好时节 不过有些点打烊了 看到没有 因为这里的话虽然有游客来 但是不多 很多游客都只是逛逛这个 美食街 这边的话 因为不是正亏的美食街 它不逛了 但是可以看到这一边的美食也是挺多的吧 前方这家包仔饭 是广州一家很有名很网红的包仔饭 每一天啊都是人山人海的 很恐怖的 走到这一边可以看到这人的话就没多少了 前方旗走的话是可以走到广州的上下九步行街的 不过有点远 大概先隔三公里左右吧 如果大家来广州旅游闲得无事的话可以适着走一下 走过去的话你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广州的历史 或者是广州的一些居宅区等等一些建文啊 因为这一带的话有着很多一些自由职 故居或者是一些什么文化遗食吧 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好了 这个视频就简单 大家逛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 大家来逛一下看一下广州街头最新的现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